接下來是有關於面積跟體積 面積就是長度的平方 體積就是長度的三次方 有一些題目你就只要知道 要把長度關係換面積關係就平方 要換三次就可以了 學校知道狀況是這樣 這個應該小學的時候就念過那個面公式就知道了 然後呢基本上如果是規則的 什麼三角形啊立方體啊那種 你就有公式可以帶你就帶公式就好 那也許公式沒有背過啦 比如說球的一個公式你可能沒有背過 但是基本上是有公式可以算 沒公式的方式呢 如果是要量面積就會有所謂的方格法或質量法 方法還是畫格子啊 畫一個格子數格子就好了 畫成每個格子是一公分 一公分就是一平方公分 看看幾格 凡是不到一格的 以利於當作半格 不管它是佔的多還佔的少 所以這樣就不太準嘛 那麼如果要它準就是讓它格子畫的小一點 然後數到拖窗 數到吐血 就是可以了 反正就是這樣就是方格法 方格法 還有一種方法呢 叫做質量法 質量法 那意思呢就是 就是你把那個東西剪成一樣的形狀放在一邊 天秤呢就剪一小顆一小的丟下去 丟到什麼時候 重量一樣 表示他們的東西一樣 表示面積也就一樣 好 這是我小時候念過的蠢方法 我們現在好像不教這種 就是質量法 OK 好 那這個是個體積的單位 一公升就是一千毫升 我講過毫就千分之一嘛 所以一公升一千毫升 那請注意 這個幾個都意思都一樣 一毫升就是一CC 就是一公錯 就是一粒方公分 考試題目有人會寫公錯 有人會寫一方公分 偶爾會出現CC的 反正都一樣 一樣大又對 這都意思啊 一毫升就是一CC 就是一粒方公分 就是一公錯 這都是意思都一樣 然後呢 一樣如果是規則的體積 就會有公式可以算 規則當委縮 我們基本上是用投水法 就說一碟不用兩筒 一碟不用兩筒 那樣的什麼 就倒下去嗎 看嘛 怎麼看 前面交過了 就你自己回去複習 什麼平視啊 看最高點最低點啊 好 規則講過有公式可以算 什麼長方體啊 立方體啊 角錐 你們學過角錐的嗎 沒有 圓錐的或角錐的 反正都是公式可以用 那如果不規則 我們基本上是用投水法 把它丟到水裡面去 把它丟到水裡面去 叫做投水法 叫做投水法 那麼 投水法 要用在那個 不容於水裡面的 不容於液體啦 因為你可以丟到油裡面去 不過他們都丟到水裡面去 不容於液體 而且不害水作用 通常我們考試的時候 只強調第一句 不容於水 不容於水 那很不幸的 學測考過一次 容於水要怎麼辦 學測考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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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會容於水要怎麼辦 好 那 因為學測考過他就變得重要 因為學測最偉大 他會考就表示他重要 他重要 OK 投水法 丟下去 那你想想看 他如果會容易水怎麼辦 他就這樣做 投水法 你不要管上面寫的國字 你不要管上面寫的字 那個不重要 你只要呢 你只要 你只要呢 把它 列出來就好 怎麼叫列出來 比如說 我們就說 水 50毫升 然後呢 丟下一個螺絲 50加上螺絲 75毫升 那你就知道 那你就知道螺絲多少 75-50 看就知道 所以你用一看就曉得了 你用一看就曉得了 你用一看就曉得了 你用看了就知道 所以 那個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特別背什麼 看那個 反正就是寫下來 看一看 你就會曉得 該怎麼寫 該怎麼寫 OK 這就是我們的投水法 剛剛講過 請你想想看 那如果他會容於水 你要怎麼辦 那還有一種題目 當我會出現 就是那個沙子 沙子是有空隙的 那個又要怎麼處理 那個都是很不幸的 而是學測考過的 以前都是不太愛考的 那就是我們參考書裡面 寫一寫的 當作是額外練習的 就但是因為很不幸的 學測考過之後 他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學測做偉大 學測考過他就 會 他就愛考 他就愛考 就是有關於所謂投水法 OK嗎 OK